96年的時候 你講 你要去問路 那個香港人一聽你說普通話 是直接彈開來 他害怕 為什麼 我不曉得 他搶他錢 不是 不是 不怕移民 他怕他割割他的腎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在一棟大樓裡面 那個大樓裡面有一個驅塵室 我想說他應該很容易 可以回答我問題 我就跟他 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話都還沒說完 他真的直接就從那個 店門口彈到最裡面去 我覺得在那個年代就是 我跟你說這個在當年 這個實際到今天 也可能也有殘留 就是香港人 是對我們從內地來的人 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 這種瞧不起你知道嗎 我的一個心靈的一個傷害 我還曾經記得 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個女明星 我當年剛來香港的時候 港台跟我們錄一個 那個廣播劇 因為我原來也是廣東電臺的 然後就這個香港的這個 這個女歌星啊 跟我一起錄你知道嗎 這不是一個那種立竿的那個麥 就是到了我的台詞 我上去錄到他 就說我們倆必須並排嘛 那我當時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感覺 他拿這個紙巾 我們兩個一湊的話筒的時候 他這 你知道嗎 我很就是我很敏感的 我就覺得他覺得我臭 非碟 非碟 不是 他就是 你臭不臭呢那時候 我是臭啊 就是那 也不注意 不注意個人衛生 什麼好幾天不洗頭 對吧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 哇 我說你至於嗎 在這兒錄完了 什麼什麼 啪 馬上彈開我 就像你說的這樣 我想起了 就我說我是什麼瘟疫嗎 就是 我不認為他對我是有任何歧視 我覺得更多的是 因為 畢竟香港的官方語言 英文跟廣東話 他聽到一個陌生的語言 而且我真的覺得 那個96年可能對他們來講 這個普通話還是比較陌生 而且有距離的 當他沒有辦法幫助你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先彈開 我跟你不同 我就是 我剛到香港來之前 因為我在廣州七年 所以呢 你也會說白話的 不不不不講 就是 但是你會聽啊 你就認為你會講 其實我們在廣東電臺的時候 大院裡是講普通話的 但是我始終認為這不難 所以呢 我就到了香港 香港就是我們公司這個 著名的這個故事 我衝著一個叫 教你的一個撰稿啊 哇 給他砍了半個小時 最後就教你說 哇 鄧先生 你的國語東莞口音很重啊 所以我覺得無論你是要移民也好 移居也好 我覺得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脫離自己的舒適帶 我覺得這個心理準備是需要有的 就是說你要放下很多的這種 這個尊嚴吧 要去學當地的語言 我當年學廣東話的時候 沒少受罪啊 連女孩都欺負我 我們到茶餐廳去 點菜 他們就 欸欸 你點吧 我想吃那個 點一盤那個菜心 他說點 跟他講說 我要脫衫 哦 脫衫 菜心叫脫衫 脫衫 我要脫衫 但是脫衫 就是那個音調差一點點 脫衫 太高興了 我很好奇那個服務員 要加輝學這個話 就成性騷擾了 不是 那個 我很好奇的服務員怎麼反應 我是假如是男服務員 一定馬上把電話號碼 是 我所有 我同桌所有的女孩 都特別高大漂亮的模特兒 他們就這麼整我 那時候很受傷害啊 但是你不經過這樣的陣痛 你不脫離這樣的舒適帶 你不可能隨意圓的 他說這個事 我問你們兩位啊 在美國這個生活 你覺得最初的時候啊 這個最受傷的事你記得嗎 有或者有這種創傷性經歷嗎 講幾句 講幾個創傷 因為我創傷太多了 講一個講兩個還是講三個 定春秋 不是春秋嗎 我第一個受傷的是什麼 就在皮士堡大學上課 上那個基礎課 就是我們讀布斯學位的基礎課 我們班上 大概有三人哪個學生 外國學生大概大部分 都拉丁美洲過來的 我大概是在班上 是三個亞洲人之一 唯一的中國大陸來的 但是我拿的是 皮士堡大學大學大學校長的講學員 全大學最高的講學員 然後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講 一個問題不敢提 老師佈著作業聽不懂 兩個星期下來 班上兩個白人同學 難得 就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 因為他們知道我拿出最高的講學員 他們自己要付修費的 那個眼神啊 雖然我不懂英文 當然我能多得懂他們兩個的眼神 那意思就是說像你這種白癡 也值得把我們美國納稅人的錢 拿那麼多放在口袋裡嗎 他直接講 NO 我就懂懂他的眼神 你覺得他心裡是 丁老師翻譯出來的 你想多了吧 我一點都沒有誤讀他們的眼神 眼神是有緣的 你沒辦法證明啊 可以證明啊 可以證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 這是第一個受迫害 你要問我多得很啊 佳輝來一個 但是丁老師 你應該回他 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去 我最喜歡那種 你看不慣我又幹不掉我的 沒有人要幾次啊 我還不是人家的錢啊 這句好像最近表情幫嘛 滿有趣的 我那個臉皮比較厚 我隨意都沒有覺得受傷害 我的假如我像丁老師當時的情況 我不會這樣想 我覺得人家這樣看 我一定想約 還是約我吃飯什麼 所以我比較不會受傷害 然後呢 有時候會有一種情況 有一次我說我所謂受傷害是什麼 突然有一個香港女同學 一起讀博士班的 有一次不曉得一些小矛盾 小衝突 她直接就說我一句話 你看你家會 整天對於我們香港自己 中國來了學生 臭的臉 黑格上裡就說我黑口黑臉 她不知道我就長這樣子嗎 我說有嗎 她說 是啊 你看的洋人就笑口咪咪 就是我 闖洋媚外 對 就是那種感覺 我就很受傷害了 為什麼呢 我不覺得自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我對於洋學生可能會笑容比較多 為什麼 廣東話說 宜羞皆嘲 宜羞皆嘲 英語不好嘛 有時候別人講我不一定全部聽得懂 我就只好笑了 特別的友善 特別 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 其實我根本聽個屁啊 根本不懂他講話 那別人看起來就是說 你對洋人從洋媚外 對著我們自己人 黑口黑你 我覺得我滿是傷害的 這個 她講的這個情況 我幫你跟妳講那個情況 我們到遇到一個住在一個樓上 我們那個三層樓 那個第二層樓一個樓啊 我們不好講名字 名字我記得 她是東北來的 她是學那個 汽車拖拉機專業的 哎呀 這哥們喊 這哥們比我們當時要大個社來歲 她已經是中年人了 我們那時候小青年 她跑到美國去以後 她英文比我們還差 但是她膽特的 每個周末都起路同 都吃飯 跟您一樣 她和臨走的時候 就做了一件特別有趣的事 這在皮紙堡 人人皆知 就是華人 人人皆知 她出去的時候 她已經立定為 回來以後要當院長 嗯嗯嗯 她走的時候 當然是犀利的副主任 所以呢 幹部說你到美國去 美國很腐敗 要終於不要給資本主義 生活方式輻射 回來以後就麻煩了 然後她臨走的時候 就跟那個 學校的那個衛生所啊 要了一大堆的 那個避孕套 衛生套 就不要把壞的毛病帶回來 嗯嗯嗯 然後隨著都跑到美國去以後 好像沒什麼機會用 至少我們的感覺是這樣 哈哈哈哈 她是訪問學者 就說十個月就要回去了 不我們是多學位嘛 臨走的時候呢 我們到美國去跟美國人學 就叫Yard Sale 就臨走的時候 就是把那個不要的東西嘛 就放在那個 前面花園裡賣掉嘛 哦 她把所有能夠 都拿著都賣 其中呢就包括 來帶著一大堡的 我被避孕套 阿芳呢 故齊了吧 我們一看以後就閃眼 說老王啊 這個東西不能賣 因為這個傳染病呢 她說我這也沒用過 我們講人家也不知道啊 美國人不知道啊 你這個在美國賣了 也不知道中國賣 哦 我想起來了 她馬上回去以後 就拿一個大白紙牌 然後就用大那個 出了那個別就寫個 Never used 從來沒用過 從來沒用過 那才新才來 這就像有些觀眾這個黑我 說我的大腦醉之前 因為是新的 從來沒用過 從來沒用過 但是 這個我 我這也插一個題外話 這句話沒用過 可以很幽默啊 黑你 可以很哀傷的 有人說全世界最短的小說是什麼 從來沒用過 對 沒錯 就是那個海明威寫的 句說是她寫的 那麼就是說 那個兩句話 就是那個 一雙 一雙嬰兒鞋子 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 一雙嬰兒鞋 從來沒用過 哇 叫很多故事 很多想像 想像 那當然 對 到底什麼回事 到底什麼回事 是買了浪費嗎 還是那個嬰兒很不幸 去世 整個馬上 他們什麼都沒說 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 老海的小說 叫出來 這是最短的文學小說 所以他可能在讚美你 你的大腦 never used 我們就想 但是你知道對於我來說 為什麼我不去 我確實英語是一個原因呢 你到了那兒 就是你看我在香港 對吧 因為我有這個東莞口音的普通話 還能通行江湖 把那應付一下 我有過一個體驗 就是說 你真到了美國 就是英語不行 什麼叫寸步難行 我約列能夠想像 因為我經歷過一次 我有一次是跟著這個魯豫 你知道就是去這個紐約 我們一起出公差 我第一次去美國 就是跟魯豫一起去的 我當時就發現 如果我要去了 我就是得依賴在魯豫的身上 就是我跟他寸步不離 就從早到晚 寸步不離 一直到 即便到你回房間裡 就是到最後 到最後是半夜 魯豫在我面前說 你跟到我房間干什麼 逛了去就逛了 在挪威奧斯勒 我就看到一個韓國人 僅次於你的智慧 你還沒那麼好 他帶著老婆帶兩個孩子 他要喝牛奶 他英文也不行 那根本講是挪威語 挪威語很難很難講的 我都聽不懂 他後來講了好半天 孩子要喝什麼樣的牛奶 他本人大概要喝什麼 什麼不帶脂肪的 太太要喝什麼半帶脂肪的 孩子要喝全帶脂肪的 你明白我意思嗎 全脂脱脂 就是很複雜的 搞了半天 對方那個傅務員聽不懂 結果他來想這個舉照 孩子要喝什麼 喝媽媽的那種 然後他說我跟我 他在那裡喝 這是什麼 非常生動 這是脱脂的嗎 脱脂的 他說這是脱脂的 這是牛的 這是牛的 這是人的 這是人的 然後傅務員一看起來 馬上明白了 No problem 光美你講 真的不一樣 沒有 我剛才我只是想要講 就是說這個沒有辦法 懂當地語言 是真的有生命危險的 就好多年前有一個 也是在美國的案例 我們都知道美國的警察 公權力很大 但是基本上他們一般還是很 就是以一個合法的方式 來去檢控你或者是幹嘛你 OK 他截停你 他會告訴你說離開你的車子 就我們看定離開你的車子 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 要不就是手摁在車上 你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但我們的本能反應就是說 那我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 我是有執照的 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駕照給你看 你一伸手完蛋 噼里啪啦 這個就直接把你摁地上 把你痛打一頓 到你沒有還手的能力為止 結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麼東西 他不是拿任何的槍械 他就是拿出他的駕照而已 是 是 是 所以這個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就說 這個不懂當地的語言 是有生命危險的 而且真的就是 我就覺得不光是 而且因為這個語言 為什麼你比如說 你像這個出國移民 雖然我沒辦過這個手續 但是我去過一次 你試著辦一次 香港 我不用試著辦 我跟你說 我們公司 我出公差去美國 都被美國領事館拒簽了 香港這個美國領事館 我就跟家輝說的 說對老外笑著臉相迎 我們去派我去公司 派我去美國 去主持一個什麼 美國賽區的一個選美比賽 你知道嗎 公司的秘書把所有的都辦好了 早上6點 讓我到美國領事館 香港的美國領事館排隊 然後我就覺得我這個英語不太好 就是像你說的 人家說這個外國人 你見到他要笑 對吧 在笑 然後我碰見了一個美國領事館 一個女的一個大肚子 長得還挺漂亮 我懷孕的 那個女的見到我 她一點也不笑 瞪這個大眼督子這麼看著我 然後她就問我一些 我也聽得半懂不懂 然後問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問題 說你這個去那個有沒有收入啊 我說收入是我的company給我的呀 她說這個你的company是在香港給你的 還是在美國給你的呀 什麼什麼的 我也管她在說什麼 然後呢 最後就會說急了 就是說那這個什麼 你就掙錢還是不掙錢 跟我說半天這個事 最後問我你這個工資啊 什麼的 我好像是問我這工資是多少 我最後急了 我就跟妳說 這都是我們公司給的 她愛給多少給多少 不能的 違法 走了 就最後我們公司秘書就說 怎麼回事 這我都給妳弄好了 妳出空拆給拒簽了 後來她就說我 後來就是他們又找這個美國領事 香港美國領事 那個美國領事後來就就就說 說這個女的 就是首先她懷疑我動機不純 她懷疑我要去美國打黑工 然後呢 說關鍵的一個懷疑就是說 沒有理由的衝她瓷瓷瓷笑 對不對 因為慘欸 她就覺得心裡有鬼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記得以前經常跟朋友講 這種誤會可大可小嘛 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國去薩威夷 就是差不多那種語言的誤會 表情的誤會 還有行為的誤會 幹嘛呢 我下飛機 然後檢查行李 路徑那個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 那個海關 看我那個行李 然後瞄我幾眼 我也是這樣對著他笑嘛 我們看到老外都是笑嘛 你看這樣 扎著擠眉弄眼的這樣笑 然後呢 他突然本來對我笑 突然不笑 胸起來 臉臭起來 幹嘛呢 然後還找了幾個人過來 把我抓進房間 收身 全身收 身體所有的部分 你能想像的 他都收了 那我無所謂嘛 我清白嘛 身正不怕影子歪的 他這樣 收完之後身體不清白了 沒關係 因為我心裡想 好啊 you ask for that 你要求了 反正我坐完飛機那麼髒 你要看就看嘛這樣 然後呢 收完之後什麼都沒有嘛 清白他出去 那老外也很好 那給我道歉說 抱歉 給你帶來麻煩 我說到底 What's going on 發生什麼事 原來他擠一下 說我行李裡面 有避孕套 發現有避孕套 他說 剛才丁春秋賣的 是嗎 沒用過 沒用過的 但你戴的 你戴的是用過的 裡面 原來過程裡面 我記得他檢查 不是有安全套 有犯法嗎 不是 第一個我很年輕 第二個 他那時候問我一句話 他說 我記得他搜行李的時候 問我 你有女朋友嗎 在美國有girlfriend here 我說沒有啊這樣 然後他懷疑 原來他懷疑 我用安全套來孕毒 藏在身體什麼地方 因為他說你沒有女朋友 怎麼會自己 從香港過來 要帶著安全套 那他不要解 假回來過 所以以後我都警告 年輕的朋友過關要小心 所以你看 聽上 李明明 我看那個字 這個橋外移民 其實中國人這個橋子 是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是一個人 這個地方是那個橋 那個橋樟打扮的橋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要移民的話 可不可以就是跑人家 過去橋樟打扮 又偽裝出來 所以才有這麼多問題 你知道嗎 誰給你的這個植入廣告 我可想 我可想 丟老師今天能發財 我幫你要 我幫你要 但是你講 對不起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當地除了語言之外 法律這件事情 我們剛才也有了一個 很重要的例證 你知不知道在美國 你知不知道在美國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帶你的隨從 或者是助理去過美國 隨從我聽起來像個貴族 是吧 他出門十幾個 我就是魯玉的隨從 不是 你如果真的有隨從 或者是助理人員的話 你最好問問清楚 因為你可能需要付他額外的工資 按照美國本地那個州 那一個州 因為每一個州的最低工資 是不一樣的 你要按照那個州的最低工資 按週薪付給他 否則如果他去投訴你 或者是有人檢舉你 或者是這件事情曝光的話 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 就像大官司 不是小官司 大官司 留在勞工 所以有一年我因為 抱歉 有一年我因為帶了全家人一起出去 所以那一年我把那個家裡的阿姨 菲律賓阿姨一起帶出去了 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資 那個時候好像是一個小時 是8點多美金 我就按週薪給他 他一直跟我說不用 我除了香港的那個工資照付他之外 我還付了他美國的工資 他一直說不用不用不用 我說用用用 你說你不用我就要住廊了 他發了一筆小財可開心 你們說今天中國的經濟也好起來 現在開始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移民該選擇什麼 或者還是不是個好事 就是你看你記得當年你們那個年代 有一個人寫過著名的一個電視劇叫北京人在紐約 那不是我們後來 那個那個作者姓曹的那個作者現在已經70歲左右了 年過七旬了回來了 回了在北京 又寫了一本書叫什麼呢 紐約人在北京 你看他就說照他的觀點 他就說他說美國就是什麼呢 叫做兒童的天堂 青年人的戰場 老年人的牧場 就墳場 老年人的墳場 他就說你這個遊客去 你覺得那個好啊空氣好啊這個好 他說你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 他是說你沒有試過美國的這個金融制度 都是負債的 就是在美國你只要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你還是個人 你要一沒這個工作你立馬成孫子 就是因為你房貸 車貸 學貸 就說這根本就是一個就是他就說你被這個美國金融制度 只要你試試這個滋味啊 你就 丁老師我覺得你同意他這種觀點 當然 當然 我們到美國去的第一年 老華僑們 我看過老華僑們看出來了 當然那是個老華僑大部分都還是 所以勞工階級 在中國餐館打工的就是老華僑 你發現很多的老華僑到老那個年紀的時候 都想回到故土 他說回到故土 我這點錢也能夠吃我們每天 獲得一小酒 溜溜狗走走路是吧 這樣美國就很慘了 因為他們也沒有很多的醫療保險 那就現在你那個問題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今天中國富起來了 而且全世界的科學技術啊通訊啊 都很髮雜了很簡單了是吧 他應該不應該移民 需要不需要移民 移民對不對好不好 我也都堅持這一點 如果在你自己看起來 移民是一條好的道路 我建議你一定要試一試 試一試 試一試 試成功了 也許你能夠開篇一個天氣 試不成功你再回來嘛 求外移民給的錢不少 試不成功你再回來嘛 就要去飛嘛 我覺得先移居吧 先移居 再考慮移民 因為我覺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世界那麼大 你哪知道 哪才是最適合你的地方 你不是 你永遠不知道 我強烈建議 現在有本事的人 不要一聽他們講 哎呀我明年移民到英國 美國法國德國 這算什麼玩意 全世界都都知道 你有本事現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 到那地方當囚長 那才是大牛 是嗎 我估計那個能免簽 是吧 直接非洲移民歡迎你 那現在移民的關係不一樣嘛 我們那個年代講的真的是 一去壯士一去不服回那種感覺 或者說我去了不成功 我就不回家 一井還鄉 現在不是嘛 我可能去為了某些原因 安頓了小孩 或者說拿了護照 飛來飛去 現在都是在城市跟國家之間飛來飛去 所以剛說 其實移民假如 不管叫移民 叫移民還是移居 有一段那個在外面生活的經驗非常美好 所以其實呢 我我現在覺得就是說 站在這個歷史的高度上 就是有那麼一句話 這個中國人呢 作為人口最多的這個大國呀 我已經看到過去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未來也必然是這樣 就是說啊 凡是有太陽照到的地方 都會有華人 這其實從歷史上看 甚至跟中國的經濟發達 還是不發達 都沒有關係 最近你看我看有的學者就研究就說 我們過去認為啊 就說中國好像什麼曾經有個階段 閉關鎖國 那是一段很短的時期 比如說明清時候曾經短暫的這個海禁 其實說中國人封閉啊 是一個誤讀 就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啊 一邊絲綢之路 或者說是這個海外 比如說宋朝南宋 這個中國包括這個鄭河下西洋 就真正說那個海禁呢 是歷史上一個較短的時期 大部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時候啊 實際永遠一直就有華人往海外走 你中國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時候 他們也往海外跑對吧 就南洋花園 你現在中國經濟好了 他一樣都往海外跑 所以說我覺得基本上 從這個歷史上來講啊 最後咱們這個遍佈全球啊 是不成是不成問題的事實 現在已經遍佈全球 已經遍佈全球了 剛才說有太陽地方就有華人人民 現在沒有太陽地方也有華人人民 就是北就是北極南極 北極南極 北極南極 沒太陽嗎 那個地方也年大概八十年沒太陽 即夜的時候 對對對 你像那個實際上 你像我們那個讀書的時候 有一句話我到現在印象多深刻 一部人類文明史 就是一部人類移民史 就是一部華人移民史 華人是這個中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幹 人多嘛 對 你們兩位就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是吧 面色菜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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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姆 好介意 我愛慕